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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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意味着当你对它做了任何配置变更的时候 你不需要去热重启或者更新它 它不会产生服务中断或者短暂的不可用 与这相比Ngix或者OpenReality的配置保存在静态文件中 变更配置需要重启服务 然后重启的过程中会涉及到链接断开 占用挂达两倍的资源等等之类的问题 这个过程相对比较高 APR6选择ETCD作为控制面 并且实现了Watch的数据面 可以做到实时的感知控制面的配置更新 并在数据面完成配置更新的这个过程 APR6也提供了很多开箱即用的功能 比如说负载均用策略 动态上游 规度发布 服务熔断 身份认证 可观色性 服务发现 线流线素 不知识收集等等 目前APR6的插件多达70多倍 APR6的扩展是基于插件机制 用户可以很方便地通过编写自己的插件 实现自定义的功能 然后另外一点是APR6是一个APR6的项目 它遵循APR6的社区发展方式 它有成熟并且活跃的社区 如果你在使用中有问题 可以在社区中去反馈 然后你会得到来自社区成员的响应 比如说我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 就是在社区中为用户提供支持 下面这张图是APR6的技术架构 APR6主要分为数据面和控制面 在这张图中 左边是数据面 右边是控制面 数据面是指带你客户端请求 到上游的这部分功能的集合 它拥有线流线素 安全认证日志等等 与请求出你相关的功能 那控制面实际上是指控制APR6 运行式行为的这部分功能的集合 它拥有可观资讯 配置管理API等等 在即将到来的V3版本中 将数据面控制面的概念落实的更加撤离 会支持数据面 会支持数据面与控制面 独立部署 OK 下面进入我们本次分享的主题 APR6提供了强大的运行时动态调试的类 但是由于这个能力 对使用者有一些技术背景要求 也可能在用户的常规的业务需求中 不会用到这个类 从社区的反馈来看 似乎很少有会注意到这个强大的类 下面我会从五个方面来分享运行时动态调试相关的内容 APR6的黑科技是去介绍一下这个能力 然后如何给空中的飞机更换零件 是解释一下它的技术背景 从草舌灰线到计算机不会骗人这一节 我会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 关于我如何用动态调试的能力 抓住了一个APR6潜藏即深的bug 最佳时间一节 会分享一些使用的动态调试过程中 积累的经验 然后最后我们会来聊一聊 动态调试能力的未来 以及它能做哪些更惊艳的事情 运行时动态调试的能力 可以说是APR6的黑科技之一 这个功能是实时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APR6运行时开启或者关闭 不需要重启APR6或者做什么其他特殊的操作 只需要修改指定的配置文件就可以 其实它可以调试和打印 任何模块级别的 入餐和出餐 不管这个函数是 从海量日志之中晒选信息的繁忙 这对线上定位关键问题特别有用 你可以通过设置特殊的请求头 相当于对调试的请求进行染色 便于追踪和分析 下面这张图左边是开启动态调试功能的配置 右边是开启动态调试功能之后 对应的在日志之中的输出 可以看到输出了指定函数的入餐和出餐 那我们先来看左边这张图 这实际上是Debug YAML配置 它位于API6运行时目录的 confl文件夹中 与config.yaml的配置文件 核心配置文件在一起 开启的配关是 Hobo Conf的EnablePage 无论是Falce之为True 就可以开启这个功能 Hobo Conf配置的Name属性 是自定义的配置块的名字 API6会根据这个名字 去配置下方寻找 对应名字的配置块 比如这里的Name属HogPass 它就会API6寻找到下方 HogPass的配置块 LogLever是设置动态调试 以什么级别输出预置 LogLever需要设置的 比当前API6设置的日制级别 一致或者更高 比如当前API6的日制级别 是Warning级别的话 那么这里至少也是Warning级别 甚至可以设置到AerrorG 否则的话 公内调试功能将会失效 因为LogLever如果达不到 API6设置的日制输出级别 这个日制是不会输出的 Exprint Impulse Ax forExprint Return Value 是分别用于控制是否输出 指定函数的入餐和出餐 下面就是HogPass这个配置 用于指定需要调试的模块 第一层去写模块的入境 第二层需要写调试这个模块里面 哪些模块级别的函数 这里的函数名可以写多个 表示需要去调试这个模块中的多个函数 但是第二层的那个模块名只能写一个 因为一次只能调试一个模块 如果你写多个的话 会以最下面的一个模块为止 从右边这样图你可以清晰地看到 当调用DNS解析的函数的时候 查询的域名是http并.org 返回的结果是这个域名解析出的IP 并且从解析的结果来看 它实际上是从本地缓存的DNS查询结果中命中的 甚至你可以看到 这个域名在本地的DNS缓存中 存活的时间等等详细的信息 在正常的日式输入中是不会有像这样详细的输出的 这张是对指定请求开启动态调试的你的配置 其实就是通过http filter这个配置块来开启 并且对携带指定请求的请求 并且对携带指定请求头的请求才会开启 比如配置中指定的携带x-at-assist-manic-debug 这个请求头 只有当请求中携带这个请求头的时候 动态调试功能才会在日式中输出指定 输出的入散和出散 其实它本质上是一种请求过滤 防止输出太多并不关心的日式 也可以借此区分真实的请求和调试的情况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给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Apr6是如何实现这个功能 右边这张图是Apr6进行动态调试时候的流程图 首先Apr6会解析debug.yaml配置文件 然后找到需要动态调试的模块 替换这些模块这种函数 那么Apr6是如何替换这些函数的 在静态试试中如果我们要修改代码的话 其实是需要去重新编译代码 但是在Lua这种动态语言中运行式替换函数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在UrbanWrested的世界中每个模块都是一个table Lua中有特殊的mat table就是圆表机制可以给每个table设置它的mat table 而mat table中有一个特殊的称为call的元函数 这个元函数可以设置模块中的函数被调用前后的行为 当你需要调用某个模块时 Apr6就会找到这个模块 并且给这个模块设置一个mat table 然后定义靠原函数 这样的话Apr6就能控制那些需要被动态调试的函数 获取这些函数的入餐 然后在调试模块中运行这些函数 获得它们的实行结果 并且输出在日志中 然后向上返回函数的调用结果 相当于利用call原函数作为切入点 对被调试函数做的切面 如果你是一个Java开发者 这些过程听起来会很熟悉 Apr6所做的这些操作很像Java中的AOP 不过不同于AOP的是 这些操作是在Apr6运行时动态完成 下面是Java的Apr6动态调试模块的demo 也许你会有一个问题 开启动态调试可以理解 那么关闭动态调试是如何做到的 在这段代码的第二步 可以看到Apr6会缓存被调用缓数的原始缓数 当关闭调试功能的时候 会将模块的函数变量 引用指向原始的缓数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把 被调试模块的函数还原回去 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个精彩的定位bug的过程 这个过程跟Apr6的动态调试功能密切相关 如果没有动态调试功能的话 我可能会需要花几杯 甚至更多的时间定位这个bug 某年某月我们的一个商业客户的生产环境中 出现了异常 然后通知到我 并且提供了与异常相关的日志 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日志 就是头里面显示的这 再看起来的话 这条日志比较稀松平常 只不过是调用EVL函数失败了 表示没有这个函数 我们结合背景说一下 首先当时的情况是 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个bug发生的原因 客户也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 客户也不知道如何去复现这个bug 我们描述不清楚 我们和客户交流之后 也没有发现客户的操作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一切都很合理 根据客户的描述 这个bug在APR6重启之后就会消失 然后运行一段时间之后就会随机的出现 我们要了用户脱敏之后的配置 也没有发现配置有什么特殊的 或者奇怪的地方 至此除了运行时的日志 我们没有任何辅助判断的信息 没有头绪 并且在我的认知中 不应该会出现这个bug 或者说在这行日志对应的代码段 不应该会抛出这个bug 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右边这张图就是一场日志对应的代码段 到处第二行就是抛出异常的地方 首先你可以看到在这段代码中 第一步就是对conf.response.expr对象做了非公判断 如果不存在这个对象的话 就会创建这个对象 然后创建成功之后 才会调用这个对象的EVAL函数 那在conf.response.expr这个对象 对应的模块中 肯定是存在EVAL这个函数 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那其次这段代码的执行路径比较简单 又不存在其他的执行分支 或者逻辑分支 那怎么可能创建了这个对象 但是调用它的函数失败了 当时看到这里的时候是一阵投逼法 就没有任何头绪 基于之前描述的这个bug出现的场景 它其实非常的苛刻 你没办法通过手足带路 或者什么其他的方式去准确地复现这个bug 所以我们采取了动态调试的技术 hook了一下出现这段E 出现异常的这段代码的所在的函数 那最左边这张是我们当时启动动态调试时所做的配置 开启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我们在日记中发现了一些端 比如在函数的入产中 我们观察到了一些差异 在正常的cast下 conf.response.expr对象存在EVAL函数 并且这个函数位于medtable 这也很符合正常认知 当在conf.response.expr对象中找不到时 也就是在 在函数模块中 这个table中找不到的时候 会去它的medtable中去寻找EVAL函数 并且在正常的cast里面是能找到EVAL函数 以及执行成功的 但是在异常的cast中 conf.response.expr对象的medtable丢失了 这是导致无法调用EVAL函数的直接原因 那这个和刚开始我们看到的那段异常 一直是相互印证的 那么到了这里就需要再继续追问 为什么conf.response.expr对象的medtable丢失了 基于一个辅速的认知 计算机是不会骗人的 然后conf.response.expr对象的medtable丢失 对象被替换了 然后在替换的时候丢失了medtable 对于第一个可能 我们分析完了函数执行路径之后 基本确定没有任何地方会修改conf.expr这个对象 因为这个对象的使用范围很小 也不会泄露到外面 所以我们专注于分析第二点 conf.response.expr这个对象是存在被替换的可能的 比如说插件合并 这个过程 插件合并会涉及到consumer service或者root上面 直接对象上的插件的合并 在插件配置合并的这个过程中 会使用核心库中的函数 table文块中的deep copy这个函数 来去对table进行 拷费 拷费之后我们使用的其实是拷费之后的table的对象 也就是说这个conf的对象 至此我们眼前一亮 我们review了deep copy函数 发现确实没有对headtable做什么操作 基于此我们又对deep copy函数做了分态调试 经过日识分析和提取 果然找到了一场的case 就是右面上下认识 在deep copy函数的 在一场发生的时候 在deep copy函数的入餐中 我们可以看到是存在meditable这个函数的 是存在meditable的 但是在初三中meditable丢失了 这是可以映着我们关于meditable丢失的推测 并且说明丢失的meditable就是发生在插件 就是合并中 简单的说一下发生这个异常的场景 这个过程实际上发生在consumer和router 插件配置合并的过程中 比如说我们创建了一个consumer 并且配置了chaos 另外一条 因为我们创建了一个url 是-hello的路由 并且在这个路由上 配置了卡布卡-logger这个插件 那如果第一次发送没有consumer header 请求的时候 会命中放hello这条路由 然后会被chaos插件拦截 因为他没有consumer header 但是此时的请求并没有完全的退出 他仍然会执行卡布卡-logger插件中的bodyfiel的阶段 也就是最cache异常日志中对应的反复 这导致第一次生成的response ESPR这个对象并且存守在conf上 此时生成的或者说创建的conf.response ESPR这个对象 不是控制 他的meta-table是存在的 并且meta-table中存在eval这个函数 那当第二次发送consumer header的请求的时候 继续命中 第二次发送携带consumer header的认证请求的时 当第二次发送携带consumer header的认证请求时 继续命中conf hello 这条路由 由于第二次请求是合法 所以会经历consumer和router上插件合并的这个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 consumerconf.sponse.espr对象的meta-table丢失了 其实就是在deep copy这个阶段丢失了 那么执行到卡夫卡-log的插件的代码的时候 就会出现像异常日志显示的那种bug 就是你没办法从这个对象的 就是你没办法去调用 con.response.exp这个对象的eval函数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大量的推测和小型的求证 借助风态调试技术 在非常困难的运行环境中完成了定位bug的过程 最后再补充一下 这个问题在我们发现之后那个就修复掉了 然后回顾整个过程的话 总结起来就是计算机其实是不会骗人的 OK下面我们来扭一下最佳实践 这些实践都是在使用ABR6空态调试能力时 逐渐积累起来 也是我们希望分享给大家的一些沉淀吧 首先是如何写howconf howconf一次只能配置一个模块 可以配置这个模块下面的多个函数 第二点是howconf使用的是Nuar的package的搜索规则 对于API-6内的函数需要加上API-6前队 比如说位于API-6-core-table.lua的这个模块 它需要配置的形式是API-6.core.table 那对于其他的模块 或者说OpenRest的模块 可以参加API-6这种 是如果通过Rubire调用这些模块写法是一致的 比如OpenRest的DNS-resolve 配置的格式就是reality.dns.resolve 你可以在API-6代码中发现类似的引用 那第三点是它只能打印模块级别的函数 模块级别的函数一般是Function和下滑线 大写的album点XXX这样的形式 四有函数是不可以打印的 第四点是howconf可以配置多份 可以通过howconf.nam 来指定具体需要调试哪一种模块 第五点是在使用中 你可以积累一些成熟的debub点研 比如说某一份配置是用于调试DNS的 某一份配置是用于调试上游的 那积累起来之后 动力需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替换掉 最后的话 我们来扭一下对API-6动态调试能力的更多期待 一般成熟的配件产品都会有配套的调试工具 帮助用户快速且准确的定位问题 而API-6也需要这样的工具 并且API-6作为流量的入口 这种可以动态调试的工具是尤为重要的 它可以在不影响API-6运行的情况下 在异常现场直接的去定位问题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整理的一些对动态调试能力的设想 右边这张图是基于刚才所说的 对动态调试能力的设想所模拟出来的一份配置 它似乎看起来有点复杂 但是它展现出来的 路向是很惊艳的 像hawk-http-access-path hawk-control-API-6 -API-status 和hawk-bargain-kazka 它们其实是不同的配置块的名字 比8个需要根据hawk.hawkconf.enableModel 来寻找下方定义好的配置块 这里的话实际上我们是想 突破现在一次只能调试一个模块的限制 让它能同时调试多个模块 这样的话我们有机会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一个请求的调用链串联起来 因为一个请求往往是在需要调用不同模块中的不同函数来完成 那比如上面的hawkconf.enableModel 是hawk-bargain-kazka 那么动态调试 我们只会关注于下面的hawk-bargain-kazka 来切换不同的配置块 and lua code before 表示在需要hawk的函数之前去执行的代表 比如hawk-bargain-kazka中的配置 表示在执行hawk-bargain-kazkahost-kazka aaaaaa exist 当然也会有lua code after 表示在执行指定hawk函数之后执行 这个方式其实是有点像java中的igentalp 之前也说过 只不过lua是个动态语音 所以我们不需要考虑什么编番 iqu storage 代码等等 Dlatego 我们这次分享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 如果你对API 6的动态调试能力感兴趣的话 欢迎尝试使用它 并且在社区中给出你的使用反馈 如果你对这项能力的未来有更多期待的话 也欢迎参与到API 6的开发中 我们可以一起来把动态调试能力去打包成 更加好用并且实用的调试工具 最后谢谢大家花时间来观看本次分享 再见